再好的医疗设备也只是基础 我们的工作主要着眼于 对业务骨干和后继人才的培养 医患关系的改善 还有纪律的严明 我们医院有规定 不顾矿工一天扣一个月的奖金 矿工两天扣一年的奖金 这么厉害啊 怎么执行得下去啊 怎么不能呢 没有私心 一视同仁 任何规章制度都能够执行 三天无故矿工一律出名 每个人都签了责任书的 像我们这小医院执行不了 社会关系复杂 签一发动全身哪 这就要出问题 出漏洞 院长 我们都签了责任书 如果有人无故矿工三天 真的要除名吗 当然 不管是谁 一律除名 柯立三天无故不到 没有跟任何人请假 该怎么处理啊 可离三天没来上班 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啊 如果知道原因的话 就不叫无故了 各位领导也都在 您说该怎么处理呢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不管是谁 无故三天不上班 除名 请 马上开会 柯立和冯主任怎么还没到 小王 你去看看 柯医生来了 对不起 我来吧 柯立 有人反映 你三天无故不到岗 有这情况吗 我三天没来上班 现在不用说原因 你请假了吗 你告诉我 请假没有 柯医生不敢回答 就是没请了 反正我不知道 柯医生 你回答我的话 柯立跟我请了假 对不起 我来晚了 那这么说 柯医生不算无故不到岗 冯主任 你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 冯主任 你说柯立跟您请假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当然知道 柯立的朋友 家里出事了 孩子离家出走 他在帮着找人呢 柯立 是这样吗 是的 好 院长 请假三天什么处罚 扣除当月奖金 冯主任 柯立一下请假三天 您得跟我说一声啊 我的工作很被动 不好安排呀 如果你连这点能力都没有 可以考虑 从病房组长下来了 你们给她 打开 parlament какое Ir aussi 你说 我们儿 deeply 如果是 这就是 我 砰 说孩子回红旗屯了 让你放心呢 真的 太好了 我去告诉张杰 你回来回来 你不能再请假了 不是 张杰大着肚子在家 我不放心 我要告诉他 夏梅的意图很明显 就是要拔掉你这个眼中钉 叫二诚去吧 那我打个电话给二诚 喂 二诚 小山找到了 在姐那儿 对 你快去告诉张杰 快去通知她 好 就这样 老江来了 刚才我们俩 唱了一出双簧 脸拉得老长的嘛 怎么的 有本事 把我也开除了 你还有理了 我说 柯丽 我告诉你 下次再有这种情况 谁打掩护都不行 我知道了 孩子找到了吗 找到了找到了 在我姐家呢 那就好 我很喜欢那孩子 她还叫我姥姥呢 一提起孩子 我让她去医院检查一下 我让她去医院检查一下 她就是不听 检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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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现在都没怀上 我担心 她有问题 不行 我马上去南科一趟 这一两天 一定安排她检查了 走了 走了 怎么办 代子教授 也该回日本了 可以用我们医院的名义 发邀请函 你去日本 如果来不了的话 我就以学习的名义 去日本 你作与我的助手 一块儿去 能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 又不单单是为了你 也为了别人吗 兄弟啊 这是我说的 这全是你的错 还好小山找着了 小山 现在在红旗屯 算是安全 张杰呢 到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 大着个肚子 万一出点什么事 你看颗粒 会饶过你 还是董怀会饶过你 阿良 一定把你当这盘菜给撤 哥 我求你了 你先放过我就行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有苦衷 你苦什么了 啊 我 betting 我自己吃 我的肚子 都好像都家 都不仅仅了 我упous 你会吃 多吃 就吃 我agi 会吃 多吃 都不胆儿 我这骗你 我 我是王八蛋 她人多 咱们先不说这个 把饭吃了以后再说 是你女儿 非常漂亮 刚生下来不到五斤 别动 小心 我能抱抱她吗 可以 这就是我的孩子 怎么这么慢呀 还在想你那位朋友的事 如果是你的朋友 你也会惦记的 我不需要朋友 写好了 我都想不想让我车 不要想着她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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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在你家医院 好的 我马上过来 我要请假 现在是值班时间 你是我的助手 我二十四小时留守医院 你也一样 你在乡下的那个孩子 好吗 建二诚知道这件事吗 他知道了以后会怎么想啊 我敢打赌 你没有告诉他 怪不得你要嫁给他 因为他傻 好欺骗 夏眉 你不要太过分 这是我的个人隐私 你封得住我的嘴吗 我随时可以跟他交流 一个老同学之间的交流 柯医生 是要继续请假呢 还是坚持工作 喂 妈 张姐找到了 他在人民医院 他早产了 你跟爸先过去 我随后就到 来 老同学 来看柯丽啊 二超 你快去看张杰 爸妈已经在去的路上了 柯丽 我准你嫁了 去吧 张杰找到了 张杰找到了 对 你快去看张杰 爸妈已经在去的路上了 快去吧 这儿有我呢 江二诚 你可得好好对他 要不然的话 我可不饶你啊 来 夏眉现在还行嘛 看来也挺好的 我找姑姑有点事 哪里和咱们一块去看张杰 给我跑 小心啊 好 左手要拖着头 右手要拖着腰 对 别抱太紧了 班长 咱们也生个女儿 比儿子好 小沈太批了 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生个儿子 生了儿子我就外孙子 外孙子都有了 对了对了给我抱 你看 我会抱 阿姨可自己拿回去 好 好 张姐 这次我来就不走了 对 我让我妈呀 来照你做月子 不错吧 别麻烦阿姨了 我跟店里的小王说了 让她过来 我每个月多给她一百块钱 小姑娘懂什么呀 那做月子可是个大事啊 要落下病啊 就是一辈子的事 可不好治了 小山不是走了吗 我正好住小山那屋 再说我在家也没什么事 除了也溜达溜达 你呢就好好听我的话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好好养身体 对千万别想那么多 要好好地休息 千万别上火 孩子还要喝奶呢 谢谢阿姨 谢什么呀 我伺候闺女还不是应该的 好 好了我不陪你了 我还得去上班 行 那你快去上班吧 乱炖 最爱吃的 好不好 来来来吃吃吃 给你蒸 来 给你蒸姜啊 喂 谁啊 柯丽啊 你说啥事 柯的 不是 啥那么巧啊 磕那么大一口子 磕哪儿了 打就打了呗 还不承认还磕的 可找借口呢 咱你原谅她了 原谅了 不是我告诉你 我可不原谅她啊 她又不是故意的 再说了 现在小山又没什么事嘛 行行行行 行 你高尚你伟大行了吧 姐姐你别生气了 哎我告诉你啊 张姐生的小宝宝 特别可爱 特别漂亮 你赶紧过来看看吧 不可能 我 怎么样 不行 看来我得去趟乡下 不 你有时间吗 我有我有 我能请得下家来 来 张姐刚上了海子 你这么一闹 她要上口啥的可砸着 我还上火呢 野种一个 啥野种啊 根本就不是我爸的孩子 跟王志刚生的 真的假的 那我爸就那么说的 你看见没有 你看见没有 我跟你说真不要脸 真是的 我跟你说真是没法说 这这这又跟王志刚勾的上了 这不说这又有了自己孩子了 那这就开始打我儿子了 这就不稀罕我儿子了 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你在我这儿待着 听见没有 你再回去他就得整死你 就在这儿待着 环子吃饭 老孩子别说这事 你说我咋这 你说我咋这瞎了眼 我跟他人姐妹了呢我 我老女儿呢 你来回折腾谁呀 想你呗 想你 想着就想着就 忽悠 你说你也不让我来 观观观观你这生菜园 谁不让你观了 我都给你打多少次电话了 你不来啊你忙啊 再说了我怕你慢慢不想走 你别说我真的不想走了 多好啊这儿 我总算熬出点名堂来了 何止是名堂啊 简直是伟大 太伟大了 呀呀呀呀 这小嘴巴巴的 饿腻了 哎呀太舒服了 你的工具真好 下下下下下 嗯 我真觉得我太幸福 你看小的时候 你帮我带小山 后来张杰顶着个大肚子 又帮我带小山 这辈子 这辈子 你们姐俩 我感激不尽 你还感激她 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她 哎 我求求你能不能不跟我提她呀 嗯 姐 你又不知道啊 咱姐生的那个宝宝 特别的可爱 哎 小安排 很漂亮 你要是有空啊 这也空啊 那孩子是孙兴国的吗 哪跟你说啊 当然是啊 那人家孙兴国 为啥还离家出走呢 误会呗 哪那么多误会啊 人孙兴国对他还咋样啊 当初小山那事 人家能硬承想的 说明啥 说明人家孙兴国讲究 是不是那在外人眼里 是啥 那可是活王吧 要说的话 那不也是我道道念 你要打要骂得冲着我来吗 行了 你啥屎盆子 都往自己的头上扣 那勾搭王志刚也是你的错呀 你跟他勾搭了 那我给你勾勾间 那王志刚啊 跟张杰也就是开了个饭馆 不是你开就开吧 那咋还开出一孩子来呢 哎你这又在冤枉张杰啊 不是我咋的冤枉他了 那当初插队的时候 一会儿人家王志刚追他来着 等你追你跟人家呀 他把人踹了 踹了你就别跟了呗 这又勾得上了 这来来回回折腾啥呢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过 那感情的事很复杂嘛 行行行行 我不管你们这什么复杂感情 我啥都不管 我告诉你我就是不认他 我就是开出大老 哎 那你 那不 那你有完没完啊 你要在这儿那你也开出 行啊 不说了 不说了 走 嗯 有点接儿 哎对了 这小山啊 这落落了好多的封客 再不回去啊 就该补课了 我告诉你啊 小山哪儿都不去 就在这儿 听见了没有 乡里的中学不比你们海城差 我跟你姐夫这阵挺忙的 等过一阵 让你姐夫去联系那个县衣中去 啊 妹子我告诉你 小山的吃喝拉撒睡 我和你姐夫钱包了啊 不是 你就你就好好工作啊 接生你的一些孩子啊不 傻傻 我刚刚适应了城市的生活 这一切了 他都适应了 行了行了 他也适应这儿知道不知道 知道他在哪儿长大的不 我这儿长大的 行了行了 那红豆饭 那红豆饭可好适应 我能适应 就让你来吃红豆饭 二诚给我看了 他连续三年的检查报告 都正常 克里也正常 就是嘛 他们两个人都正常 怎么就换不上呢 小枫啊 有些话 我这个当姑姑的 反而不便开口 你问我克里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好 我跟他聊聊 老江 有件事想向你请示 这么些年了 你还没跟我说过 请示这两个字 说吧 和协和这些大医院相比 我们的课题研究相对于落后 这你承认吧 我们早就该采取走出去 请进来的办法了 你是想走出去还是请进来直说 别绕丸子 我手上有个课题 是关于难产后 机体器官功能的恢复和不印症 在日本已经有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并取得了成果 我想带克里去日本学习 不行 你不能走 你一走 妇产科非瘫痪不可 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把人请进来 现在有个很好的人选 是日本惠金中央医院的代子教授 夏梅不就是那儿毕业的吗 通过她请 不 以我们中山医院的名义 发邀请函 行 就按你的意思办 还有 夏梅现在处处掉难克里 我想把克里抽出来 平时负责课题研究小组的日常工作 也可以参与克里的治疗和手术 你看怎么样 这样也好 他们俩不是大学同学吗 感情应该不错 具体情况我就不说了 你考虑一下吧 我不能因为亲近关系 光看重克里 夏梅也是我重点培养的 这样吧 他们两个人一年一换 你要是同意 今天下午我就找他俩谈话 行 进来 主任 姑姑也在 好 你们谈 我去准备邀请函 好 再见 姑姑 嗯 分离 坐 还好没迟到 我看了你的研究报告 我对于研究对象的跟踪治疗办法 有不同的意见 怕时间上不能保证 我是想帮患者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如果病人在新疆西藏怎么办呢 那我再想想吧 可莉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 他医生真厉害 我们一块儿进来 这么早就当晚副组长了 我先说 不就是早点搞课题吗 您从日本留学回来 什么没见过 对呀 他又不是不为科室 还得提你的 我就是看不惯 他什么事都领先我一步 等着吧 等着吧 看谁笑到最后 你快点等完了没有啊 你说这干点活 瞅你们俩这磨叽 大将 我让你给我准备的粉条子 你准备了没有 不是你弄他干啥玩意儿 你这等着走呢 不是你老急啥呀 我能不急吗 那可莉不是刚有毛病 那一个电话 咋把你弄成这样了呢 不是他不急 他能给我打电话吗 他肯定是扛不住了 这事又不能跟别人说 对不对 你是能跟老人说吗 能跟二成说吗 这辈子不生孩子 那不是小事 能让人老将这段后吗 这个 人家颗粒就是干医生的 人家不如你呀 你没听人说吗 这当医生的 都是能治别人的病 治不了自个儿的病 你说你跟他急 那你 你能使上劲啊 我跟你说谁也不怪 就怪那个 接生那个老妖婆子 你说没事 你这接生完 你就完事了呗 偏要说 你以后不能生孩子了 你看没有 乌鸦嘴 这就真不能生了 那都是过去的事 你说你老提的干啥呀 你说你现在这俩儿子 一个闺女 那也破了 俩儿子我有 姑娘你别提啊 那闺女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你别跟我说啊 张杰我已经开除她了 你看又来了 又来了不是吗 你说张杰生孩子 到现在都快满月了 你去看过吗 我凭啥看他去啊 他跟王子刚勾的不说 生这么一个 生这么一破孩子 我还看他去啊 你生孩子就生孩子吧 你为啥不稀罕我儿子 打我儿子呀 我告诉你我儿子 没让他打坏 打坏了我告诉你我告他去 发运就得枪毙他 随便 反正啊 是你姐妹 我还不管 哪也管不管 人压根也没让你 你管你 快点吧 快点 干啥呢你俩 妈 你这鸡蛋放哪儿啊 放你脑袋上 你干啥去 咱看 咱看 你给我憋回去 懒驴上磨屎尿多你 不是 你俩干啥呢 那你不是说放脑袋上吗 是啊 我说让你俩干啥就干啥 这是让人眼砸劲呢 这不一会儿掉去 赶紧拿下来一会儿睡了 赶紧走回去 快点 走 走 喂 张姐 缓姐来了 不不不 你刚做完月 让他们去看你 我就不信那个鸡 又不是没生过孩子 难缠过一回 就再也不能生了 却最放屁 不信 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我老是在找一个日本专家 所以还是有机会的 日本的 嗯 不那小儿有本行吗 那个 让日本人看病 是不是给他花他们的钱呀 我跟你说 姐呀 手头姐 就这点钱 你换他们的钱 你找个好点的医生给你治 你拿去活 快去干啥 别让二成知道 听见没有 你干啥呀 你拿着 不是你这事 千万别 谁 姐 你中午想吃点什么 那个啥都行 你做啥姐吃啥 好 那我先给你泡米茶啊 不不不 自来水就行 医生 你说什么呀 我不要你的钱 我有 什么你的我的 钱的就是你的 你拿着 好好看 快拿着 赶紧找找好的 要找就找好的 听见没有 别别拿着 别别 来来来 妈妈妈 妈妈妈 真不用我去啊 人家姐妹之间的事情 让他们自己解决 别人参与不好 你们就放心吧 她的脾气我最了解了 当面给她道个歉就没事了 那你可好好抱着孩子 叔 帮我把那个定一下 嗯 我走了 叔叔阿姨 哎 慢着啊 哎 我真是可怜张洁啊 没有一件顺心的事 你说那个死孙星国 也不是跑哪儿去了 连个影都没有 哎 孩子又这么小 还子 脾气又那么大 哎呀 可莉 可莉 你也开门 来了来了来了 哎干嘛干嘛干嘛 干嘛呀 张洁张洁 我车到这儿已经 干嘛 姐 姐你跟我开开门行吗 那个什么啊 那个放寒假的时候去红旗屯 姐 哎 咱们到时候照个全家福啥的 姐 我是来给你配不是吗 你给我开开门 你看看孩子 我把孩子带来了 你看看孩子 姐 姐 姐 我知道你在家呢 你能给我开开门吗 我给你配不是吗 我就想让你看看孩子 姐 姐 姐 你开开门行吗 我给你配不是吗 可莉 可莉 可莉给我开门 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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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哔 你 姐 来 这怎么还有菜呢 姐 伙伴 这么多菜呢别少了 来 快吃饭 来 来 吃饭 来 来 来 好好好 就吃啊 姐 你什么时候走啊 啥意思呀 你这才给我做两顿饭 就嫌弃我了 不愿意伺候了 姐 嫌弃我了 二生不是这意思 不是这意思呀 行了 我知道 不用你说 后天中午 那我明天去帮你买车票 到这儿送你 不要 我自己走 我这么大人了 我不是小孩 你就把他照顾好了就行了 你也是 这么大人了就知道工作 你得该吃吃该喝喝 听见没有 我知道 姐 那小山是就费心了 小山是我儿子 费心是应该的 你放心吧 姐 其实小山吧 你能不能说点别的呀 这小山从这么点 我养成这么大 怎么照顾他 我还得用你嘱咐呀 吃吃吃吃吃吃 走看走看 小成点啊 啊 noon 好 阿诚 这个 姐这人呀 爱唠叨 但是姐呢 还得叮嘱你几句 您说 您说 这个 我这个妹子吧 工作狂 啤酒酱 你是男人 你有啥事呢 多担待着点 姐 您放心好了 其实我觉得呀 这个孩子不孩子的呀 这不重要 最重要的呢 是你们两个人要好 姐 放心好了 她要呢 爸爸没事儿 说啥呢 没说 没说 只要有啥呢 就跟我打电话 我跟你说啊 这二成挺老实的 你不许欺负人家 听见没有 她不许犯你这个酱皮剑 那不会 二成 她要欺负您 您给姐打电话 姐收拾她 我没欺负她 不会 不会 好不好 来来来 请 请散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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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妈妈说 绿色 绿色 来 给妈妈 拿给妈妈 真好 经理 东西全买回来了 你开的单子全是双份 书包 作业本 铅笔盒 还有两个乒乓球拍 走 跟我去火车站 你要出眼门啊 带着孩子怎么行啊 怎么办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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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躲开 我给大山小山买了点学习用具 你给她拿回去啊 我老董事农民企业家 我有的是钱 我不稀罕你 姐 我知道你为啥不理我 你觉得我打小山了 可是我真的没打她姐 你还没打 你还要怎么打她呀 我真的没打她 她原来发过誓的 你少跟我提发誓 非兴起义就是叛徒 开除 姐 不就 郑姐 你做啥事姐都能替你闹着 可你就是不能打她 知道吗 你不能打咱儿子 姐我真的没打她 你还没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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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把她打成啥呀 她不是用勤生的 你更不应该当她知道吗 是 她也不是我亲生的 可她吃过我的奶 她就是我亲生的 她比亲生的还精你知道吗 你背心情人就是叛徒 从今以后我不理你 我也不让柯莉莉你 你就老老实实地当一辈子叛徒吧 好 你看住我 你不能看住你的女儿吧 你还没见过她呢 姐 姐 她 我 我 我 来来来 奶好了 来宝宝吃奶了吃奶了 来 来给我这样这样這樣吧 哎呀 好 宝贝 哦哦哦哦哦嘤哦 哦哦哦哦 吃奶了哦 嗯嗯嗯嗯 你 别哭了 缓解这口气 堵得是有点长 慢慢可能会好的 对对对 会好的 会好的 放心吧 姐那儿我来跟她说 行了 行了 有些事啊 你们也得从长计议 像小山子的事 你们想让她回来 这也心情可以理解 而她回来以后怎么办 那张杰现在这种情况 能带她吗 张杰不能带 我能带呀 反正我不希望小山 再回到农村 其实啊 小山在农村多待几年 也不是什么坏事 反正她的户口也在海城 等着高考的时候再回来 那个时候宝宝也大了 张杰也有时间了 是不是 这不挺好的吗 有些事啊 你们别把她想得山穷水尽的 往长眼的看 可怜 妈说得没错 你们俩现在谁都不行 隔两年再说吧 没有 我 我的意思是说 小山刚刚适应这儿的生活 我怕她回去以后不能适应 不会 红旗屯还有大山在一块儿 在这儿有谁呢 孩子嘛 只要一玩 什么都忘了 我那会儿就这样 张杰 你说呢 我想小山 又发表论文了 太多了 小山得志 如果我不做这个病房大组长的话 我能发表更多 就是 遛船什么时候出院 下午 正在办穿手续了 你们两个盯着点 是 准备一下病例 我下午做手术 和一些医学科技发达的国家相比 我们的技术跟设备 虽然相对落后 但是经过长期的实践跟摸索 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设备条件下 为患者服务 就拿B超来说 现在呢 已经成为我们临床诊断 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 我们可以在B超的指示之下 进行舒暖管通业术 借此来检查舒暖管是否通畅 可理 可理 给医院露脸了 奖赏你 谢谢你 没我的 我就知道你得挑李爹 正宗的美国花旗身 谢谢 够意思吧 我得感谢你 这个好师父培养了好徒弟 小枫 小枫 没事 你也研究研究他 怎么两口子都正常 就是生不了孩子 你不也三十七岁才生的孩子吗 可理还没到你这个年岁呢 我那是什么年代啊 提倡晚婚晚遇 再说我们一直两地分局 说正事吧 忙着呢 两件事 一个日本方面富含了 戴子教授下个月五号能到 随行的还有一位助手 太好了 还有一件事 有两家医院要求你去做临床指导 你可以挑选 一个在广东 一个在东北 那我去东北 怎么选择远的地方 我想去看看我姐还有孩子 好 那就多给你一天 五天必须回来 谢谢 姐夫 姐夫 累坏了吧 还行还行 我姐呢 你姐在里边等你呢 你说你也是打个电话 我去接你呀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啥玩意 欢迎欢迎 没吃饭咋的 你刚才二年 你早得吃撒馒头 哪去了 不行啊 这样绝对不行 谁都不知道 还得有表情 你得笑啊 你欢迎人专家 欢迎那能行吗 你得笑 而且一会儿我告诉你说那几句话的时候 一定要急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大点声 有 有 对 来 再重来 来 一百七 欢迎欢迎 看谁来了 姐 我呢 真好看 你穿得这样像个大花姑娘似的 对 来 听 说 好 大人 欢迎 你学生 大人 欢迎 直老 欢迎 欢迎 用得着 这么兴师 太用得着了 专家了 走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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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 大人 大人 契 大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